莫名滑倒 海就是有重點 哈囉 立井溫泉會館 滑船沒有很難 剛剛喝完茶來到了立井溫泉會館 就是重頭戲泥漿溫泉 晚上其實蠻漂亮的 它的燈光有點讓我想到西安的感覺 然後這個立井大道 亂取名字 現在要去開箱我的飯店 他們房間都有泥漿溫泉 哇 好大喔 這裡有一個竹編藝術品 全部都是用這隻十五塊木去做 這裡有幾點 忘了關門 先關門 它廁所很大耶 你知道有時候才說這裡有泡板 我可以洗澡 暗藏的廁所熊肌 沒有這個 洗澡 可以炸下來裡面很好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快樂的味道 有人洗一點還去大眾食會不會太瘋啊 好像有一點 如果現在還有人的話我就佩服他 現在呢 來到了露天晚上都沒有人 然後現在要來泡這個泥漿溫泉 哇我第一次泡泥漿溫泉 真的就是泥漿的顏色 我覺得很酷 哎唷 三十九點四 哇塞 過來蓋房子的話 就可以用泥漿溫泉 今天抓起來是滑滑的 怎麼在這 因為我是尼可拉斯凱吉 泥漿溫泉真的還蠻 泡起來蠻舒服的 天下第一零湯 今天剛好天氣非常的冷 所以蠻適合今天來泡 泡露天的感覺蠻爽的 早上如果陽光灑下來應該更漂亮 現在準備去吃宵夜 晚安 其實今天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煎茶 要享受一杯茶的時間 我覺得那個狀態蠻好的 享受當下 早上的梅子雞 配高麗菜真的是絕配 明天見 請你們喝 早安 一覺到天亮 整間都是檜木的味道 身心裡非常的舒服 然後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泥漿溫泉 啊對 我覺得一早能泡泥漿溫泉 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早上的view是不一樣的 一早泡泥漿溫泉 好爽 啊對了 去大眾池看一下 好 哇有節競爭好 這個大眾池 島上泡好愜意的感覺 就非常的滑順 我覺得蠻棒的地方是 它有四個會館 我昨天住的是尊榮館 它是住宿然後三井環繞的雙池 一個生活館就在它的鞋對面 這裡就是大眾池跟個人湯裡 那前面還有一個食尚館 這食尚館很特別喔 它是有非常放的露天的住宿的房間 透天的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和風館 和風館是只有泡湯 是專門為泡湯設計的精緻雙人湯裡 所以這裡呢就是想怎麼泡就怎麼泡 泡湯成功 哦呦 莫名滑倒 所以泡泡湯湯它非常的滑順 就是 據說對皮膚很好 天下第一淋湯 我覺得現在真的大得太遠了 這有一個冰的池 但是我不敢泡因為太平了 但是我不知道有興趣 泡這個 這是精油池 非常地享受的 立景溫泉會館 精緻的泡湯 這種泡法 四泡 看你想怎麼泡 或是來泡 沒有 哦 他們餐廳是在陽台 所以可以看山景 他們還有頂頭 然後再看一下 我覺得住在這裡蠻舒服的地方 是三面環山 就空氣非常地好 就是很想放空 好漂亮喔 天啊 哇 我有嚇到耶 真的有江南桿耶 因為我之前去過蘇州杭州 而且我去過很多江南的沿海 桃紅鎮雨 怎麼這麼詩情畫意啊 好美喔 今天大概三到三月份 現在來剛剛 這裡真的有驚豔我 現在非常非常的興奮 滑船了 出征的感覺 南架新鎮 江南一圈 跳舞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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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超帥的 不妙 讓我想到那個 李安少年拍這部電影 就是一個人漂流在 汪洋大海中 孤立無緣 也有點像那個 亞馬遜 會不會等一下出現一條 大芒蛇 只聽得到滑船的聲音 跟鳥名聲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棒 現在我一個人在這個 船中間 不是船中間 河中間 喔 湖中間 感受到兩個字就是愜意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 跟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感覺 近期最放鬆的一次 海就是有這種療癒感 圈圈圓圓圈圈 深深看你的眼 竹林的聲音都聽得到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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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喔 你們在烤肉啊 沒有木炭可以烤肉 放空就是進去 那感覺真的超讚 放手 然後 那個山的後面 有另外一座山 叫做 哈嘍 山 邊講話邊滑 所以是哈嘍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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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剛剛走上的這個 青苔的制度的感覺 還有這個中體 香港有點歐式 剛剛我有簡單參觀它兩三個房型 就蠻酷的 就是有一個是面對這個河景 然後比較中國風 他們這裡最特別是有那個VILA 我蠻想去看到VILA長什麼樣 然後他讀木舟的時候就有看到那六棟的VILA 但是去之前已經到今天去喝杯咖啡了 中午沒喝咖啡真的是 現在已經快混了 現在來到傳奇酒吧 和小農咖啡 紅豆拉絲的 非常好喝 很浪漫 就是有這種 鹽燈 很漂亮 現在又來開箱VILA 感覺你看 蠻漂亮的 我很喜歡這種就是 毒洞然後被包圍的這種感覺 這就是我們剛剛滑的 非常壯觀 而且聽說這裡釣魚啊 只要釣到的話 廚房就幫你加菜 我二話不多說 自己做音響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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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是挑高的 哇 好想在VILA喔 這個VILA也太漂亮了吧 星空神衣 出這種河景最爽的 就是你可以早上睡醒 因為我以前住過 巴厘島的VILA 一起來就是整個 一片的河 真的是星空神衣 而且它跳高 我覺得跳高就會讓人 一直要住就會送一瓶紅酒 這個很平行 這個很平行 哦 它的衣服有泡澡的耶 泡澡也是可以看河河景 外面是那個透天可以休息 我喜歡這個夢境的很好 有一種日式感 在外面看一下河河 不要那麼喜歡嗎 迷洞 姑蘇城外寒三寺 夜半終身道客船 飛走 愛情島 愛情島 Pack the sun 這個坐船江南画坡 坐我們今天划船的地方 船果然比較輕艘 坐船跟毒木舟真的是天与地 因为今天滑了一个小时 手臂超酸 然后这个是就是很轻松就逛了 大概15分钟吧 觉得还蛮有趣的 现在我踩的这个地上呢 毒角星都在这个地底下 四五月呢就来抓独角星的活动 刚刚还有那个猫头鹰 然后之后还有萤火虫 所以其实这里蛮多生态的东西 我觉得我蛮喜欢这里 我蛮喜欢这种注重生态的独家饭店 独角星长什么样子 诶真的吗 对不起 请恕我愚昧 上google独角星 呼唤独角星出 优优独角星出